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低迷一片不看好的时候 房市却是买方市场 但是可是有很多的小资组 就讲了可是我的口袋这么浅 就算现在是买方市场 好像还是没办法完成买房子的梦想 但是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三位来宾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资组其实买房并不是梦想 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一些必要的成功因素 今天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 先让我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欢迎到第一位是看过上百间房子 吓我一跳 还好是看过不是买过 那我们欢迎冠宜 哈喽 计划妹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哈喽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远雄房地产的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监吕颖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就称呼你吕帅了好不好 要不然我觉得她名字好长喔 好 接下来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美女 就是我们House123的执行长Elly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今天要麻烦这个三位了 其实你们今天三位我觉得超勇敢的 因为景气一片低迷 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是感觉的动物 所以当你觉得景气很低迷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这时候买房好吗 我会不会就是还没买在最低一点 所以大家都迟迟不敢出手 而且对于买房这件事情 是观望观望再观望 然后价格呢其实讲起来 在市场上现在也是一片的混乱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今天比较特别 我们整理了三则新闻 要在线上的这些朋友呢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对于买房的这个观感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第一则新闻 大家都还是觉得说买房这件事情 真的离我们非常的遥远耶 于是乎呢 其实好像不只有台湾人有这个困扰 日本人也蛮困扰的 所以呢就有好心的网友 整理出5000万日币 也就是台币1500万可以买到的房子 1500万冠影 你觉得你可以在哪个区域买到房子 在内湖区然后买到不错的 优质的有滑向然后有管理员的 内湖 是的 其实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啊 在591上面搜寻或什么的啊 他们都会以1500万做一个分界领 那你觉得内湖可以买到多少瓶 大概瓶数差不多20瓶 好 关怡小姐看过上百间的房子 她说我们可以买到20瓶的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花了1500万大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泰国我的1500万 那到底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們有八呆亭 我們有泳池 我們在客廳正對的泳池 都可以跳下去 剪輯的豪宅一樣 是不是讓人很羨慕 對 在峇里島 可以買這麼更好的 我們在峇里島 就像冠儀講的 我們可以買一間VILA了 它一樣有這麼大的泳池 然後這是房間 還有一個庭院 然後還有一個造景的水池 好 這個是在東南亞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芝加哥 你看看這個海景 這個景色有多美 這個客廳有多大 這個廚房還有兩個中島櫃 好好喔 哥斯大里家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這廚房1500萬 根本就是豪宅嘛 到了西班牙 真的要想移民耶 好 到了西班牙 一樣泳池房 花園造景 東京 欸 有落差了 有沒有感覺跟台灣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這已經來到了東京囉 可是啊 而且不是水泥屋耶 對 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裡來到的就是我們的台灣 就像冠儀講的 我們只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沒有泳池 我們沒有發呆停 真的 其實落差是蠻大的 而且其實也不是台灣人有這種困擾 其實香港講起來也蠻困擾的 更辛酸 更辛酸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第二則 我們看到網友要討論的這個新聞 網友在說什麼呢 如果今天我們給你1000萬 你要買股還是要買房 冠儀你要買股還是買房 如果1000萬可以買得起房子 我一定買房子 因為股票有可能會跌啊 你真的不愧是投資達人耶 因為你的答案跟巴菲特一樣耶 真的假的 但是巴菲特是沒有說叫你買在台灣 好 我去買泰國 巴菲特有鼓勵我們買房子 可是沒有說在哪裡買 那我這樣講的時候 巴菲特真的這樣講啊 真的啊 可是我在講的同時 其實呂帥一直在堂學 其實巴菲特他的講法是說 你可以拿去買房子 然後再把你的錢再拿去投資 因為房子有槓桿的作用 所以等於是他把這筆錢 分做好幾次的作用 房地產的錢他要賺 股票錢他什麼都要賺 他可以貸款出來 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 懂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則新聞 第三則新聞就呂帥來幫我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網友 他年收入300萬 這個300萬的構成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說他想要在台北 買個3500萬的房子 是 他說他的固定的收入是 130萬的年收入 130萬的年收入 對 一個月也有10萬啊 而且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是 他的被動收入 他加在一起300萬的話 等於他有170萬的被動收入 我們想想看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他就是可以直接人家給你的 可能有定存 那幹嘛去買房呢 其實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是 如果他要一年有170萬的收入定存的話 他要存2億在銀行裡面 他還有辦法 因為照現在的定存的投報是 大概0.84% 他給你這樣的利率而已 所以他有2億的資金放在銀行裡 我才有可能收入被動收入是170萬 一年170萬 很高耶 他有2億耶 對 他2億 有幾個人 什麼都可以買的房子 他不太需要3500萬在那邊想了半天 好 那所以我們排除第一個可能 那如果說 不可能 他不是很會投資 他是跟我們的人壽壽險公司 一樣的那樣報酬率 大概2.375的話 他大概有7000多萬 本金要有7000多萬 才有可能達到被動收入170萬 對 如果他今天跟巴菲特一樣 很會投資很厲害的話 他的年收益大概在19.7% 我們這邊 上面已經有標示了 他大概他的本金也需要863萬 才有辦法去達成每年收到 而且他還必須要擁有像我們巴神一樣 對不對 投資那個眼光 對 而且這很辛苦 這應該不叫被動收入 他幾乎是全心全力灌注在他的股票上 隨時要去看他 對啊 他買房子應該很容易喔 其實我們有幫他算過 3500萬如果他貸款3000萬的話 每個月還款大概是15萬 那以他170萬的話 他其實幾乎已經可以去cover他每個月的貸款 而且本金加利息 對 本金加利息 他一年大概180萬 對 等於他只要從他的薪水 那130萬裡面拿出10萬塊來 他綽綽有餘 他其實買3500是很輕鬆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只要多少錢 你剛剛算太快了 他意思是說這個新聞啊 這個網友是亂講的 不能講亂講 他只是做得很保守 他不是喔 他只是要凸顯他 他用錢 他用錢 賦富 負責概念對不對 對 對 像我們大家看了就覺得 蛤 天啊 就是房子好像不能碰 其實不是這樣吧 其實沒有這麼恐怖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照呂帥剛那樣算 其實大家是有可能負擔的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一開始有講 我們今天的節目的宗旨是要符合小資族的期待 我們找一些跟我們比較接近的人 不要找一個這麼有兩億放在銀行的一個朋友 那離我們太遙遠了 對 我們現在就是不想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又想好好享受人生 但是我們又有買房的需求 那照這樣講起來的話 買房不是很難嗎 冠儀的第一間房子怎麼買的 其實我是從 我一直始終堅持覺得應該要租房子 那為什麼我那時候一直在租房子 然後看了上百間的房子 我是一邊租房 然後一邊看房子 所以你租房的時候有想買房的需求 有 我就是一邊租 然後一邊看 我住在這邊的環境 譬如說我從可能從西門町那邊住 而且住到松山火車站那邊 可能又再住到松山 可能到中山區 我就是一直不斷的住 看看哪些地方是適合我的一個生活環境 所以我大概看了超過百間 就是一百間以上的房子 然後不斷的在更新自己 譬如說我的每個月的收入 然後我可以存多少錢 然後是不是可以cover 因為你在不斷的看的時候 房市總是有高高低低的 對 那我覺得就是隨時的存錢 如果你真的想要 是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 那我也沒有像說 是不是應該要先存到頭期款 我不覺得耶 我覺得你應該要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其實頭期款還不要準備好 我那時候頭期款 我其實買的那個房子差不多一千一百萬左右 可是呢我那時候大概還不到三百萬 那我要戴七成嘛 所以我其實就一直不斷的看 一直不斷的看 然後看了之後 然後比如說之前有一些固定的定存 就把它解掉 對 那你在看你就會知道說 你在什麼地方買一個房子 它的CP值夠高 對 然後等到你真的看到很好的物件的時候 如果不足的話 再請爸媽出手 因為好棒還要先投對胎 就是有很好的爸媽可以出手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的長輩 大部分都自己有房子 還是可以有房子 對 所以你自己可以一邊存 然後一邊看 而且現在其實雖然景氣不好 是自住客 就是自己買房的人 是進場的好時機 是 對 好 但是因為很多網友可能會說 怎麼辦啊 我又不想要麻煩到爸媽 爸媽也不見得有這個能力 可以幫忙出手 那我們要怎麼去跨那第一步呢 我這邊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那個時候在我決定差不多要求婚 要結婚的時候 大概同時考慮要買房 所以我覺得男生都是要取得美嬌娘的時候 就會很有動力 我就是要拼一棟房子 對 因為其實這個台灣跟大陸的觀念很像 就是你都有一間房子 要給對方一個穩固的 安定的感覺 安全感 對 這個安全感 對 這個安全感 一種誠意 一種誠意 承諾 對 對 對 所以男生的肩膀上 就有房子有妻子嗎 對 對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第一件事情 你在想 第一件事情就先賣車 其實賣車解決不了問題 對 還不夠 你可能先盤算一下自己手上有多少資金 再決定你要買的是預售 還是城屋 所以預售跟城屋需要準備的資金不同嗎 會差非常的多 因為它在付款的話它會有好幾期 你有時間的優勢可以去分擔掉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細聊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 預售跟城屋分別 如果假設以30坪的房子來講的話 我大概要準備的自備款要多少 讓大家先有個概念 我們用一個總價來看好了 假設我們買一個30坪30萬的房子 那一坪30萬 一坪30萬可能900萬 那一坪30萬以內可以 對 我們就當它1000萬好了 對 那如果它這樣自備的話 現在大部分 以建商在賣給你的時候 大概都可以帶到大概接近兩成 不 帶了八成 你自備就是兩成 如果說你就兩成的話 因為預售的關係 你可能第一期訂跟簽 大概只需要給它大概一成左右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預算 限縮到大概一百萬左右 那這一百萬就比較容易達成 不管自己存的家裡面 支持你一下下之後慢慢還 你都有辦法去湊到這個一百萬 讓你開始有存這個錢的動力 所以我們有回答了Tina 她說買房我真的不敢想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你 其實是有機會的 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對不對 而且很多預售物其實都 現在都有工程零付款 所以她可能兩年之後交屋 或兩年半之後交屋 才要再去付那個一成 剩下的一成 對 所以壓力至少比較小 可是Elly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說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哇 買房好辛苦喔 我又要努力存錢 我又要不吃不喝的 那我買房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像剛剛呂帥提到的 就是其實說真的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買房子跟租房子 最大的差別就是那個安全感跟穩定 尤其是像很多人其實是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結婚 有些可能是因為生了小孩 就會希望說小孩 不用常常跟著爸媽一起搬家 對 一個安定的感覺 對 因為台灣的租約 畢竟都是短期的比較多 對 反而 因為有自己的房子 我長期租下來啊 你知道我發現 當你喜歡這個環境的時候 可是房東說不好意思喔 我要賣房子了 對 或是我想要結婚了 你就好想要搬家 然後你不能在牆上 就是盯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又不能弄自己喜歡的裝潢 不能布置 所以那時候才 心裡會覺得說 租房子其實 老人家常會講說 租房可能一個月的這個錢 就可以變成是我的 每個月分擔的那個貸款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租房 在現代市場來說 真的租金真的偏高 對 財金真的偏高 倒不如買房 租金偏高嗎 對 租金真的很高耶 而且租金這一年來 其實漲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反而租物的需求非常大 大家都在觀光都不買房子 就要租房子 對 對 是 所以像那個 冠儀已經看過很多房子了 對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的網友 分享一下 在你看房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paypal 或是要注意的 我覺得你在看房子的時候 首先就是你不能夠看 超出自己 預算很多的 比如說我的年收 我一個月收入可能只有 四萬塊 五萬塊 對 結果我要去看一個 可能一千五百萬以上 那就不太可能 因為你可能會就是 你就變成有很大的負擔 像我買一千 大概一千兩百萬左右的房子 對 我一個月要四萬塊錢 其實我覺得壓力已經有一點大 對 加上我的車子的貸款 來說的話 而且要生活開銷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買房的時候 你自己要先盤算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嗯 一個衝動 因為我覺得只要是自住啊 任何時機點 你就不要想說 我現在 現在可能還會再跌 我就一直不斷的關我 永遠不要想要賣在最高點 永遠沒有最高點 跟買在最低點 對 這真的是我進入了這個房市之後 我才深深覺得 其實不是只有房市 股市也是這樣 不要想說我在等一根 我在等一根 你就等到那根 它又下去了我跟你說 對 因為那時候我買一瓶六十五萬 被我們社區所有人都笑說 你怎麼買那麼貴 因為他們其實取得成本才四十幾萬 我是買那邊最高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 就是我貢獻很多 所以每個人看到我都很開心 對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我自住 雖然買貴一點沒有關係 可是自己住起來 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那個社區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往上升 現在呢 我們的實際的價錢是 1.80萬賣出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 每一個實際點都是 如果你是自住的話 不是投資的話 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所以其實我覺得 呂帥今天身負重任 因為大家現在都不看好房市 但其實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許是適合進場的時機 對不對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景氣 你建議就是 我們買房到底要怎麼看 這個景氣的循環 什麼點是我們比較適合的切入點 其實在現在這個實際點的話 其實是最適合去跟建商談條件的時候 對 因為它如果覺得它的銷售速度 不如預期比較慢的話 對 它可以給你比較好的 不管是付款條件 還是它的價格 其實都可以談 所以現在是我們找遠雄談的好時機 肯定是 現在有一個標準化數叫讓利 有沒有機會可以讓利 對 這個讓利可以在很多的層面 就是以前我們如果說 我們規劃產品好了 我們再怎麼樣 就是規劃一個七八十瓶 然後整個總價就是五六千萬 對啊 我們沒辦法負擔 單瓶數太大 總價太高了 以前遠雄都是豪宅 現在都是小瓶數 對 真的要是未來的趨勢 在台北市來說 對 對 以我們目前關於家裡附近的話 我們還推出了兩個內湖 也是小瓶數 你怎麼知道它家在哪 一戶 我剛剛跟他聊了 一戶是二十幾瓶 就是你就覺得 哇 遠雄竟然有二十幾瓶的 這算是很小瓶數的 因為遠雄好像以往的 就是我理解到的 對 都是很大的社區 對 因為小瓶數很快就賣完了 還沒有發現它的時候 它就不在 對 走得很快 我們現在這樣子越來越多 而且我們的付款條件也比較優惠 以前大概我們有些案子 甚至你只能貸款貸六成 是只要準備40%的自備款的時候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案子 幾乎都可以做到 讓你貸款貸八成 只要有兩成的自備 有些如果你有付款的需求 也可以去商量說 怎麼樣的付款條件適合你 那我們的配合度 其實我覺得是 先能拿出誠意的時候 對 所以Elly剛剛有講到一個讓利 對 讓利是什麼 讓利 因為我剛剛很帥 就是有一點就是 看起來好像有口難言 有口難言 你來說 現在很多廣告啊 都是在講說 就是建商讓利嘛 對 就有點像以前一個案子 可能要賣到50萬 可是現在可能開始 他願意有一點讓利 所以他可能有些是送裝潢 有些可能就是在價格上面 有一些折衷 對 所以的確現在就是 我們有時候去接待中心 假設要跟代銷或建商談的時候 就會說 那你們有沒有讓利的空間 那讓利的空間 大概我們要抓多少 其實建商現在也很聰明 他也很怕 有些其實是預售的時候 賣過一波了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漁物要出清 然後怕說現在如果真的賣得太低的話 前面買的那些預售的客人會跳腳 當然啦 對 我先買的還買的貴了 就會回頭去找建商 而且現在都實價登陸了 所以其實價格又很透明 所以現在比較多的就是會送裝潢 或是送家具 可是他送的裝潢可能也幫你省下了可能 80到100萬的裝潢費了 需要喔 因為不光是要抓那個買房的預算 其實裝潢也是一筆費用 裝潢也是一筆費用 對 而且它含在總價裡面 你又可以去貸款 對 沒錯 好所以我們現在網友真的 大家真的還是有一點悲觀 很多人像許懿她說我只能先租 然後有人說 可是買房要背房貸千萬要三次 千萬要三次 但是其實如果你聰明的理財 其實像我來講也是 我當初還沒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我也覺得買房好遙遠喔 我一直覺得我要存到很多很多很多錢 我可能才有能力去買房子 可是真的買了第一間之後 我發現好像沒這麼難 壓一咬也就撐過去了 對不對 就是把你平常的娛樂成本 可能稍微這樣低一點點 稍微控管 因為平常你沒有壓力的時候 你是隨便花 你沒有感覺 它也就這麼就流水流掉了 對 好 那現在我們剛剛已經前面有講了 就是小資族如果你真的想買房的話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談 對不對 然後可以因應你的條件去跟建商協商 但是可能大家會想說 但是如果我現在已經有買房的動機了 可是我的選擇可能有新陳屋 有預售屋 有中古屋 那我們先請呂帥來給大家建議一下 他說如果我第一次買房 哪一類型會比較好 其實這還是要回到你的需求 因為如果你現在是馬上 如果講需求大家都想做新的啊 如果你馬上有需要住怎麼辦 呂帥頓 我們不喜歡聽這一類的答案 我們想要聽的就是 就是說投資投報就這樣自主 經濟又實惠 對 我又住得舒服 住得好 然後可是我的經濟又運用得很好 最好等我要搬走的時候 還可以賺一點空間這樣 嗯 好 這個分幾個層面好強 就是買10年以內的屋子嗎 我記得要提他一些石畫出來 你知道這時候就是男生最辛苦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男生都是要買新陳屋 因為女生要有管理員 然後那個地方都要明亮 而且你最好那個管線不要臭臭的 你娶了漂亮老婆當然要有管理員 不然你放心嗎 對 這也是為什麼 我到最後我沒有買 你是放心管理員嗎 不是 我沒有買公寓就是因為為了這個 不是那為了安全找安全 對 那時候就會想說 為了老婆小孩我一定要有一個 很完整的物業管理系統 最起碼有人幫我倒垃圾 有人幫我看好家裡是不是都是安全的 對 這是第一個顧慮 所以我們新的這種公寓大樓 比較可以滿足在做女生的需求 可是我們有一個觀念就是 你不見得一定要買到一手的全新的新房 雖然那個可能可以幫你節省了你的自備款不足 因為當然也可以找遠雄買 這是一個方法 如果你真的預算不足的話 你們這樣叫我們再去買 都可以談 都可以談是不是 都可以談 那如果真的預算不足的話 你也可以去買一些新成屋 不要太老的 比如說三到五年內 對 它可能有人家前一手 可能有交易過 可能小賺一點 可是你還是控制在你自己的預算內 預算之內 可以接受的合理好 那另外有個最重要 我不知道前面關於在講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一個重點 對 他以前在租房的時候 從西門町 然後搬到哪裡 再搬到中山 然後中山區 它全部是跟著交通跟生活機能走的 對 好像是耶 是不是因為你沒車是不是 我有車 可是因為我 你知道我比較貪心 我想說我有車 可是我要想說我脫手的時候 比較好脫手 除了自住之外 我還是會考量到 我到時候要脫手的時候怎麼辦 萬一你住在一個 車可以上去 但是沒有公車上去的地方 那就完蛋了 我覺得會耶 人真的會就是有個人的習性 像我這樣想一想 我們家也滿有趣的耶 我的房子全部都買在學校旁邊 因為我小孩讀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搬到幼稚園樓上 所以他只要按電梯都一樓 然後上課 好方便喔 學虛就對了 現在小學了 小學我們就住在小學的對面 他只要過一個小馬路 還不是大馬路喔 他過一個小馬路就可以到學校 我就覺得很符合我的需求啊 在我們那邊啊 雖然是在投誠證 可是一房難求耶 對 所以景氣一點都沒有影響到他 不過剛剛講到就是個人的需求 因為有習性的問題嘛 對 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他最聰明的一點 他可以看上買間房 不是買 看上買間 他有一個很聰明的點就是 他用買房子再換房子這個方法 等於你買下這個房子之後 是為你下一個房子做打算 所以你在下一次買房子的時候 你的門檻就降低了 因為你一直在幫自己存錢 對 如果你沒有開始這個動力的時候 沒有第一間 絕對不會有第二間 對 對 在我買房子之前 我曾經就想說 這些錢其實 我放在自己身上多好 後來發現其實 錢根本留不住 最好不要放在自己身上 對 因為我不小心 一下子就跑長腳都不掉來去了 就為了想說有期間 最近車子又在那個 什麼促銷馬上去買一台 一下子四個小孩手牽手就出去玩了 對 我曾經沒有事在那邊算一算 說我一年車子可以花多少 車子花費不少 我輪胎那時候就一年 換了兩三組 那兩三組的話 就代表是 大概接近十顆 一顆又大概一萬五 那時候為了要幸運 要跑台 你是每天跑高雄是不是 每天跑台北 男小喜歡車 對 然後車子馬力買大一點 對 然後這樣算一算 哇 一年花了四十萬在車子上 對 剩下還多好啊 我這四十萬 所以兩年頭期款就有了 我這四十萬 我已經可以去繳多少的貸款 對啊 欸 十個月 我一個月四萬的貸款的話 可以繳十個月 現在你帶八百萬 我帶 對 帶八百萬 對啊 目前啊 我覺得大家講的都蠻好的 因為冠婷就有說囉 本來我不懂這些 然後非常感謝這個直播 讓我更懂 這就是我們的目定個精神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Elly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有看到一個表格 你看一下喔 三大面向六大類別 對 十五道問題 我們現在要一一來解決大家的問題 或者如果你現在在線上 你有買房的問題的話 趁著今天有三位達人在我們現場 你也可以把你的問題PO出來 我們會趕快幫你們做解答 我們先從需求面來講好不好 好 其實一般呢 其實我覺得像剛剛我們提到說 邊看房子 然後再邊存錢 我覺得是非常聰明的 為什麼我們常講說要先看個三十五十 甚至一百間 對 再買房子的原因是 因為在看房子的過程中 我們會越來越釐清自己的需求 對 你會不斷地盤损 對 而且其實會越來越務實 對啊 因為像人家不是就有講說 如果家裡長輩年紀比較大 對 可能就需要挑離醫院稍微近一點的 對 這個是很實際的問題 很實際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要先看的就是 基本的需求 所以不然說房數 例如常見就是我需要兩房三房 對 或是我需要一房一廳也可以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跟你預計要住幾年有關係 對 因為會我們人生不同的階段 需求的房間 跟宿品區都不同 對 可能一開始結婚可能需要一房一廳就夠了 對 可是當有小孩就一定想要分兩個房間 對 所以這個也跟你自己的財務規劃有關係 對 然後再來交通機能 除了自己用之外 其實剛剛提到說 轉手性也是一個重點 對 因為我們買房子 至少也需要能夠保值嘛 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生活機能 交通機能這也很重要 對 那其他部分就比較個人的需求 然後像有一些媽媽她很care 生活機能就是 怎麼辦我不會開車但是我要買菜啊 對啊 所以要市場 對 要挑方便的或者是有超商之類的超市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的需求就看比較個人的 例如說學區 景觀啊 或是現在 例如說剛提到說現在可能要爬樓梯 希望以後可以換一個電梯的給長輩或小孩 這也是買屋主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對一個抉擇 因為第一開始買的時候大家都還很年輕嘛 就比如說電梯還好啊 爬個兩三層樓OK的 可是殊不知 欸 住了個三五年之後就發現 嗯有一點麻煩 就會想要換房 可是公寓其實有公寓的好啦 對 公寓有公寓的好 那財務面的話就是很實際的 就是我們要看 盤算一下自己有多少的存款 對 然後有哪些可以變現的管道 例如說有些保單可以去借款啊 嗯 或者是長輩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資助的 就是很務實的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自備款跟裝潢款 對 然後常態性的部分 就要算每個月可以負擔的本更息了 對 還要算到管理費喔 對啊管理費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算了貸款 結果殊不知 其實管理費其實也是一個負擔耶 對 因為看你買的物件 有的地方的管理費真的還蠻高的 對 而且有些其實是戶數太少 大家覺得很單純 對 分一分的管理費好高喔 嗯 而且像我們剛剛不是看到什麼 巴厘島泰國那泳池這麼大 如果你在台灣看那泳池 你看到說 好棒喔 我家也要游泳池完蛋了 管理費你要想一下喔 嗯 然後現在不是還有 常常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 會提供一些服務 比方說什麼拜送洗衣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這些也會關係到管理費 對 有些強調飯店是管理的 其實都是錢啊 對 然後還有一個稅金的負擔 稅金指的是 5月的時候會有一個房屋稅 對 那11月的話會有一個地價稅 對 為什麼現在房屋稅這麼貴啊 房屋稅啊 其實新房子比較貴 因為新房子政府的評定實在太貴了 太高了 對 但舊房子就比較便宜 而且我在宜蘭耶 我又打電話去說 到底是怎麼算的 可是你是宜蘭的忠孝東路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會比較 挑賞蠻多的 蛤 尤其新房子 對 他們說新房子 不知道幾年之後的 它的稅率算法不太一樣 對 算得比較高 所以你們買房子的時候也要搞清楚 你那個地區的稅率 到底到那個11月跟5月的時候 繳的稅要繳多少錢 對 我是收到帳單車 這麼多啊 對 好 再來是未來面 對 未來面我們剛剛提到說 其實這個房子計畫住多久 其實也會跟它的增值性有點評估 例如說舉例 它現在可能沒有捷運 對 但也許它的捷運就是5年後 預計要蓋好 他說這個房子 我本來就預計要住個5年 那其實就還不錯啊 就是你可以自住的同時 也等它增值 對 對 所以其實這是未來的部分 我覺得啊 我們直播節目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有一個叫 Old School Chan 他說都什麼時代啦 還在推買吧 呂帥 快點 這時候就要拿出你的專業 來跟他對話 這個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啦 如果 沒有 因為最主要他會這樣說 就是大家對景氣是悲觀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講講你的看法 因為你任何的景氣我們拿 現在大家例子來講 每個人常常在談房子的時候 大概都會想說 早知道我30年前 我就會在中校東路買一間房子 對 早知道那時候 早知道 我們就被一整排 對對對 好囂張喔 對 人就是在不斷的早知道 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啊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辛苦一點點 可能是犧牲掉自己的一些娛樂花費 或者是一些比較奢侈的拍銷 對 可能不是在你這一代裡面會實現 有可能在你的子孫那一代 現在總有人會謝謝你 對 你當初做的努力 可是 前程中是後人乘良的概念 但是現在買房 已經沒有要留給下一代這件事了 對啊 我們現在想那麼多 就是自己住 然後小孩子自己想辦法 這是一個做法 可是 我們家的人是這樣跟我講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想說 現在可以住在台北是天龍國的人 有多少 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 就可以達成這個夢想 對 大部分都需要一些爸媽 可能原來的老房子增值之後 可能是跟銀行帶一點出來 去資助小朋友 有可能是他在搬屋之後 再買一個更輕更大的 那這個都是會需要原來的那一筆錢 來做增值 房子這個時候就是發揮它的作用 對 我跟你說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 我跟仁甫第一次 他那時候跟你一樣 他修車改車 然後每一個零件都是進口進來 那個錢我真的看著好心痛喔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鼓勵他 一直鼓勵他 那時候南港這邊都還是雜草 然後我就說 你一定要買一間房子 然後就像你講的我才有安全感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鼓勵他買房子 所以那時候他就真的買了那個房子 然後我們也確實就是在那個房子 就完成我們的人生大事 但是後來仁甫有另外一個夢想 他想蓋民宿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買的時候都還是雜草嘛 然後現在對面你看看 現在都是大社區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那個獲利的空間 去換了我們宜蘭的房子 所以這就是 剛剛我是回應呂帥講的 就是說你可能現階段 你沒想到你未來的需求 但是你有可能一個好的投資 是可以完成你人生很多你想做的事 對啊 因為你買一台跑車 你知道其實我有發現這兩年 雖然房市不好 房子的景氣很差 你知道車室有多好 車室很好啊 你看到到處都是破耳熟 又很莫名其妙 而且最近很容易塞車 我才發現原來所有人都不買房了 真的把那些 比如說可能他存了一些 可能一百萬 我們家最近還在上演這種事 我老公最近訂了一台車 對 然後呢 所有人都去買車了 可是我們想要就是找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租屋 然後我們想找一個就是住的地方 我就一直說服他說這筆錢 如果我們拿來買房子就不能買車 他現在天人交戰 房子跟車子到底要學哪一邊呢 好 那我們剛剛看了這個圖表啊 兩位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例子 幫我們舉例說明 我覺得啊 其實有很多以小換大的案例 都是因為剛提到說 他第一間房子可能不見得買在他 最理想的房子 可是他也許需要一開始的頻數可能小一點 可是呢 也許他未來換物的時候 可是那個前提一定是他的這一間房子要買的 是對的 地點是對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要買的價格要便宜 所以其實我覺得呼應到很多網友 會有一個疑慮說 現在景氣這麼不好 對啊 到底現在是不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可是我常在講 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很多網友在問 對對對 其實我都常跟我的朋友講說 其實你就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需要買房子 就是你要先回答自己 對 有些人他其實也許真的不需要買房子啊 例如說他長輩有房子給他住 然後或者是說他現在有一個地方 他可以長期的租約 對 因為現在台灣 畢竟長期的租約比較少 可是有些人他真的有長期的租約啊 那他真的不一定一定要買房子 對 可是如果你還是沒有這樣子 有一個穩定住的地方的話 其實自住的需求可能還是存在的話 那我覺得反而是在沒有量的時候 比較容易買到破盤的價格 對 對沒有量的時候比較好溢價 中古物跟預售物跟新陳物都是 對 所以現在就是沒有量的時候嗎 現在是個沒有量的時候啊 像去年的成交量比SARS的時候還低 對 你就知道現在是多麼沒有量 因為大家其實都在觀望 對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我其實那個小房子啊 對 我最近才脫手 那我還好 那你最近脫手 現在不是是買房市場 所以你最近賣的話 對 可是我的價錢賣得很好 因為我當初 雖然買一瓶這麼的貴對不對 對 大家都覺得說我真的是傻子 對 可是我賣出去比我... 現在遇到另外一個傻子 對 看我房子 對 真的很奇怪 比較特別的是 最近的房市 很多都是香港人來 買房子 還有很多的 真的 真的 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在香港買不起 他們覺得說 台灣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環境 他們覺得 他們退休或什麼的 他們覺得台灣非常非常適合 可以養老 或者是說可以來這邊居住跟工作 所以呢 像我的房子賣出去的時候 是比我預期的價錢還要好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 譬如說你是單身 或者是年輕的夫妻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從小坪數 真的不要怕說什麼房貸 還有現在什麼觀念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買房 還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當你在賣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更多的一些資金 對 你可以做你人生的第二度的一個規劃 對 就是房子賣掉的時候 你手頭上至少還有一筆現金 對 可是如果車子賣掉的話 你的現金也沒有 真的沒有 打折很多 對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個網友有說到 他真的很想買房 但是富美 富美說我真的不懂買房 但是我真的很想買 那我必須要知道什麼呢 Elly 我覺得啊 其實看房子的 我覺得一開始要先開始看房子 對 你要走出第一步 對 你可以先從你自己住的附近開始看 對 從你熟悉的區域 對 那你一開始看的時候 你只要鎖定預算就好 可能新層屋也 新一點的房子也看 舊一點的公寓也看 可是可以先看 你可以先設定一個預算 例如說800萬以內 那800萬以內 你可能就可以看得到開價1000萬 因為還有一家空間嘛 對 對 所以你可以抓一點預算 可以開始先看房子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看書也是一個蠻好的學習方式 對啊 因為其實書 書上的確還是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 你是只看哪一類的書 房地產的書啊 房地產的書 對 因為的確看房子 我們一開始如果不知道看什麼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 只是看個感覺 對 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 專門在教大家怎麼樣看出一些問題的房子 房子的問題 對 對 所以其實或者是多跟一些 他可能有買房子的經驗的同事或朋友 大家約一約一起去看房子 你知道我老公看房子的時候啊 他都是會去爬到人家那個牆上面 然後去推推天花板 然後衝碰馬桶 然後牆壁這樣敲一敲 他真的很忙耶 然後像女生看房子我必須坦白講 看一個feel 對 像我這種女生很多 但是像冠儀這麼專業的也很多啦 但是feel其實是可以被營造出來的 我也是看一個feel 我15分鐘就說我要買這個房子 就是超級衝動 我那間房子是15分鐘 這麼好看 你後來的獲利還算漂亮 因為還好是因為我之前住在這附近 我用租房子的 我覺得熟悉這個區域是第一要點 對 你一定要從自己熟悉的區域開始慢慢看 而且多看真的會越看越清楚 對 而且看房子不用錢 所以 各位可愛的寶貝們 我覺得看房子不用錢就多去看 真的 就像試車一樣 試車也不用錢 你用開什麼車就去試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用擔心 即使你不買房子 你不可能跟遠雄說 我不買房子我只是來看一看 不可能嘛 也沒關係啊 他也非常歡迎你 對 我們不可能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多看 你踏出第一步 你就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第一間房子 然後Tony說 因為他剛剛買完房子 所以他看到這個直播 他覺得很受用 太好了 如果你現在還有不了解的問題 都可以丟出來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好嗎 那我們剛剛其實講到小資族 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對不對 那小資族 他可能一開始的資金不夠 所以我們建議他可能從小套房開始 那到底小套房 我怎麼去定義它 它是小套房 它應該是什麼樣的條件跟配備 其實以套房來講 我們比較簡單的定義 它就是一房 然後再加上一個 平數吧 銀行限定是用平數 不是嗎 那個是銀行建貸 貸款的時候 對 那就很重要 對可是小套房 等一下 你們兩個不要自己聊這麼開心 我們根本就沒跟上好不好 這怎麼了 如果我們用一個平數來看的話 對 我們在18坪以內 我們一般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套房 因為它就只有一個房間跟一個廁所 大致上就是這樣一個 你是說用格局來判斷 我們可不可以舉例 比方說總價 平數啊 什麼的 一般銀行如果在15坪以內的話 它的建價就會非常的受限 它給你的房間 我必須要推翻它的說法 是因為呢 我當初要帶房 就是買那些房子的時候 要帶款的時候 我是有兩個房間喔 我自認為說我可以帶到可能八成之類的 結果銀行說 你這個是小套房 可是你有兩個房間 哭了 所以不是按照裡面的格局 它說你的坪數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認定這個坪數 所以我管理裡面是四房還五房 那你坪數多少 大概16坪出 所以銀行評估就是16坪就叫做小套房 有兩種 有的銀行是認定全狀坪數 就是總你買的房子的坪數是15坪以內 有的是扣掉公社 對 有的扣掉公社 扣掉公社少於12坪 它就認為是套房 那你可不可以清楚的 就是告訴我們大概的空間 就是說我多少坪 然後銀行判斷是小套房 然後我只能帶多少成 像剛剛提到你如果買的是16坪 對 有可能是你對於有些銀行它認為 它就不是套房了 因為它大於15坪 可是有些銀行它認為說 你雖然權狀有16坪 可是你室內可能只有11坪而已 對 因為11坪它就認為它就是套房 那如果它覺得是套房的話 因為像其實我們第一次買房最重要是自備款 對 所以我如果要算出我的自備款 我就必須要很清楚知道我可以貸多少成 對 那如果是小套房的話 銀行一般會給的貸款成數 7成 對 就7成 那如果大於15坪 大於15坪它如果有些銀行認為說你不是套房的話 它就是正常就是8成到85成 對 所以你看7成跟85成其實就差了一倍的自備款 真的耶 所以其實大家去看房子 有時候真的看到喜歡的時候 你真的要算一下 比如說你這個坪數 稍微再大一點點 也許可能會給自己稍微有一點壓力 但是你可以帶的成數會比較高 是 還有從現在開始要養好自己的信用 銀行對於你的信用是非常在乎 所以咖啡要記得按時腳 一定要 真的 因為那關係到我們的林真信用 不管以後買不買房 但是你的信用一定要 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貸款 銀行評估只給我7成 我難道沒有辦法有什麼方式去 多帶一點 對啊 去爭取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解套的方式 讓它的成數變高 很難 很難 對 就是要找到銀行它認定它不是套房 而且你知道演藝圈啊 銀行認定是高風險 對 它會給你帶的成數不見得比較高 真的嗎 因為它覺得你沒有固定的就是像他們領薪水啊 對 所以反而它會覺得我們是高風險的入處 是 好 那我們這 不見得啦 其實挑銀行 這時候我不是要打廣告 可是有一些私人銀行 應該講說民營的這些銀行 他們比較衝 只要他們有額度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是可以談的 八大銀行以外的 對 八大 八大有哪些 對啊 在決定要跟誰談 對不對 然後他們也有蠻靈活的方法 因為一個人身上可能有像他剛剛講的 你可能還有一些 其他的 保單 還有其他的方式 它可以用一個組合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一般來講 它算是物權的代管 它其實還可以再 比如說增加保人 或者是用其他的手段 來幫你做整體的評分 增加你的信用額度這樣子 對 可是如果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 你可能真的要想一下 因為銀行都告訴你 你可能很辛苦的時候 對 這可能就超過你的負擔了 對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不要壓到喘不過氣來 影響生活品質 對 還有另外一個影響貸款陳述的 我相信還會有它的地段 對 因為如果你在捷運的周遭的話 通常這個貸款可以 比較高 比較安鬆一些些 對 還有地幕 像我的房子是屬於倉儲 一種工業用地 還有商辦的話 可是你的房子其實位置 非常的熱鬧耶 對 但它卻是工業區是不是 對 所以大部分人不太敢碰 所謂的工業用地 因為都有很多藝人住耶 就是因為有藝人的光環 對 你的層數 而且加上是大師設計的 所以它就是整個社區 它的CP值很高 對 所以整個物件的規劃其實也很重要 對 所以地幕其實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大家不要都只看價格 其實建材很重要 對 有些人就是光是看了價格 然後開開欣欣買了 住進去之後 你才發現問題一大堆 後續的錢更可怕 好 那我們講到了這個小套房 我們要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入手小套房 我們有哪些必須要知道的事情呢 第一點就是五到十年的轉手性 我想先問一下冠儀 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其實小套房 你剛剛脫手其實脫得非常漂亮 對 所以對你來說 你覺得小套房會不會比 三房兩廳的房子更好脫手 絕對是 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 譬如說長輩幫小孩子買房子 他們第一間房子 大概都會看屬於小套房這樣 的一個評數 那我們在搜尋 在網路上搜尋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1500萬以下 它是一個級距 1500萬以上 又是另外一個級距 那如果你買1500萬以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你看房的人真的是比較多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其實未來我可能會再買 還是會買比較小的套房 因為脫手比較快 它脫手容易是真的 那你自己住起來 如果說它的空間夠大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Avy你也覺得小套房好脫手嗎 我覺得啊 我覺得是貸款太重要了 所以假設你貸得很辛苦的話 表示下一個人要買你的房子 也要貸得很辛苦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先確定好 你的貸款是OK的 那其實我覺得有一種 如果你是跟建商買的 其實貸款反而不是那麼困難 因為建商有時候 它整個建案都找銀行配合 本來不做的都做了 對 本來只能貸七成的 忽然都貸八成了 可是這時候你還是要先問清楚 因為未來你在賣的時候 就是它要自己去找銀行了 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要注意 是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線上 有一位張維成 他說請問住宅地跟遺種工業用地 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部分可以麻煩呂帥嗎 其實一般來講我們就是 他講義工 就是一個 對啊 我不懂耶 倉儲 它是一個違規使用 因為基本上它可能可以拿來當作辦公室 當作商業空間 可是它的功能就不是讓你當住宅 可是在內湖 南港都有這樣的物件很多 很多土地的使用分區它就是工業用 因為它的價格相對就會真的比較便宜 比較低 對 它的土地的購買價本身就比較低 所以它到時候脫手是不是也有相對風險 因為價格也高不上去 要看地方地方 如果以大直來講那個整區幾乎 都是義工嗎 很多都是比較灰色地帶的用法 對 所以難免真意多 那如果是義工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貸款 會 會 會 地幕也會影響 那我覺得你不是兩間一間的問題 你是地區的問題吧 我覺得有可能 對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蠻辛苦的 但是我為什麼會就是直接衝動 因為買房有時候真的要衝動 再加上我已經在周圍其實已經 就是做了很多的功課 然後我的鄰居也都是我熟悉的 他們住在那邊我都會不斷的去 諮詢 對 然後我找不同的仲介 去看同一個社區 是 因為每一家仲介他們的專業都不一樣 對 你就聽A B C D 然後綜合起來 你就會變成比他們A B C D還要專業 是 然後國賢很可愛 他說想知道哪一間銀行的套房 是可以帶到七成 其實國賢真的很可愛 因為七成應該算是一般 一般的標準 今天我們希望教你們可以帶到八成 希望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一些重點 等一下可以在網路上再回顧一下 好 那小套房的第二個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交通的便利性 這個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 我們講說在新北市板橋 對 它有一個案子叫新巨蛋 是 那個案子它裡面就是標準的 我們講說就是跟著捷運走的案子 對 它的租金投報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租得很好 而且它投報是一件事 另外一個是它出租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它是個捷運共購的案子 就像是周孝東武頓那個EAT 對 是 EAT它現在那個單價已經到太可怕了 不可思議了 已經不是我們今天小資可以 不是小資族的領域了 可是新巨蛋也已經不是小資 新巨蛋它大概已經往那邊走 你們可不可以講一點小資可以的地區 現在到底要找這個瓶書 我曉得要去哪裡找啊 其實很多地方 比如說你可以跟著產業或跟著學校 那附近比較有機會推出這樣的產品 學校 因為他們會想到你們買這個房子 有可能不是自住 甚至有可能是要去租人家 或者是為了學區短期住的 對 所以說你可以往這個地方找 對 那我建議啦 那我們剛剛講新巨蛋 最主要是因為它就是在捷運藍線 對 它直接通過台北市每一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它這麼受青睞 對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的跟著捷運走 你的捷運在每一個站的時候 它大概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案子 跟著捷運走都好貴喔 或者是未來捷運啊 對啊 未來捷運 那要眼光看得很準 消息很靈通 不然我們知道的時候都長上去 其實有些公開資訊 例如說捷運局 他們也會說哪些線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捷運局 它其實很多的資訊耶 它有新建中的線 它都告訴你哪些線 有未來的 對 哪些是還沒有評估 沒有 新建中就已經在蓋了 有些它直接告訴你說 它還沒有過它的評估 對那個就是不確定了 對 所以可能是有些它告訴你說會蓋 可是你看那個它就告訴你還不確定 對 那有些大家可能會 有一些既定的觀念覺得說 小套房的價格是不是一般來說會比較高 單價會比較高一點點 為什麼 其實我們從成本來看 對 我們如果一個一樣大的地方 我們把它切成兩間 它可能只需要四間的廁所兩個門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設備 可能只要一套廚具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切成小套房 你一下子把兩間房子切成了八間 廚具變八套 然後你所有的設備都是一直堆疊上去 那這個東西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你走道也會增加 它原本只要一個電梯出來 兩邊就是門 它的梯梯也很少 可是突然間 你的公設比變高了 然後你的單品的造價也變高了 另外你總價因為比較低的關係 對 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辦法把它的成本再回去 好 那我想問一下如果我買小套房 我準備好了自備款 然後我用小套房來出租 我划算嗎 看地方 其實喔 真的是看地方 大部分的人都想說 因為其實台灣的租金真的是 我們雖然說偏高 可是老實說呢 就是比起房價它還是算低的 對 所以如果你是希望可以cover你的本金加利息 對 老實說雙北都很難 我有算過耶 對 雙北都很難 我那時候想說房子到底要不要賣掉 然後還是用租 因為我們那邊的租金 大概可以差不多三萬五一個月喔 你是在內湖還是在 在內湖啊 可是我算過了 如果 除非我是用現金買 你剛說你在內湖租金可以多少 三萬五 三萬五 對 三萬二到三萬五 十六坪 對 因為這個老闆娘 有一個露台 我有一個大的露台 不在那個坪樹裡面 有韓車嗎 沒有韓車 你是因為離我們電視台這麼近 所以可以喊那麼貴嗎 不是 是因為 我們那邊大概都是三萬五幾跳的 哪有 中校東路的套房也沒那麼貴啊 可是我們那個計算就很怪 就是它真的就是單價比較高 可是那 它是日本喔 不是 那不是重點 就是我們的均價 在整個社區來講 可是我那時候有算過 我到底要賣掉還是我用租的好 當然要租啊 這麼高還不租 我就想說 有一天我老了之後 我沒有工作了 我可以自己有一個房子 你就說租金多好 對 但是我算了一下 我發現我的貸款 其實沒有辦法去cover 對 除非我是拿現金去買 我根本沒有貸款 這真的很適合做投資 貸款沒辦法cover 意思是 本金價利息 還超過三萬五對不對 對 對啊 所以自己還要再 那也划算好不好 不划算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用現金去買這個房子 你去用租的可以 因為那時候來看我房子有一個 對 好像是大陸人吧 他就說我拿現金跟你買 為什麼看你房子都是外國人 就 一個 你沒事帶他來宜蘭走走啊 就很奇怪 就是因為他就說他要用現金給我買 叫我算便宜一點 我說我 在我來講我沒有差 可是因為他說他是拿來做投資的 他就是這樣租給人家 那他算過 我幫他算過 他的投資報酬率是3.8到4耶 他如果拿現金的話 是 所以呢 用現金真的你租出去是划算的 可是如果你的貸款過高 像我一樣一個月4萬的話 我算過真的不划算 所以要本金加利息就不划算 對 可是某方面來說你付的本金 其實你的貸款會越來越少啊 所以付久了你雖然覺得好像在養一個房子 可是最後你的會變成淨資產 貸款剩一點點 所以我們不能看眼前的那一點點不划算 其實划算也在後面 真的嗎 所以租其實是划算 應該是說如果你純粹付利息的話 你的利息可能佔你4萬裡面的 可能只有一萬五 有可能 那你剩下兩萬五 其實是每個月在幫你還本金 對 我沒聽到他租金三萬五 但是他是不是也租太貴了 三萬五可能有這樣的市場 我家具都好的耶 可能他設備很齊全 其實看社區 每個社區的質感不一樣 會造成他的租金差很多 像我們南港這一區也是有某一個社區 然後他也是就之前很多藝人住 然後他因為我去過那裡 我好朋友住那邊 他的社區管理真的去過的都說讚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去看房子啊 他可能建築好 然後建設公司也是大公司 然後價錢OK 可是我跟你講管理很差 你住進去你就覺得每天頭很痛 因為那個才是常態會發生的 對 生活品質的問題 對 生活品質的問題 對 好 怎麼跳到這裡來啦 我們剛剛小道房還有第三點 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裝潢需求 裝潢其實也是我們要算進去的一個成本 對不對 這個成本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我是房子交屋之後才發現 哇 我怎麼裝潢一頭熱 然後一直丟一直丟 丟到最後不得了了 我從來沒想過我一個小小的那間房子 裝潢大概快150萬 對 可是那150萬只裝潢室內坪數大概16坪而已 等於我每一坪單坪大概裝潢十幾萬 那你一定做了很多的木工 這個就是從業人員的一個盲點 因為以前我看樣品屋看習慣了 所以在自己的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夢想想通通放進去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大概每天都回到家 不管再累都還是在打掃一次 所以可是這個事情是非常不理性的 我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這樣 我也有好多設計師的朋友講說 通常第一次買房子的客戶 真的是最難溝通的 為什麼 因為他什麼都想放在裡面 可是有很多東西 第一你會超值 會超過你的預算 然後第二是很多東西放進去 尤其是不見的效果是好的 對 而且我自己讀建築 我原本想自己設計 然後結果我自己在 開始在計算它的所有的花費之後 發現我絕對不要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完可能一間可能超過三百萬 因為我什麼都想要用最好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先直寫 沒想到指的不夠多 可是我要勸大家 最好是輕裝黃 是 然後重裝飾 把錢投資到你可以帶走的東西 對 家具加電啊 家具 那個才是可以 值得你可以 永世珍藏的一個好東西 一把椅子 它現在可能一把雖然十五二十萬 可是你帶子 你可以一直用著它 它的成本變得非常的低 呂帥也是大師級的喔 一把椅子 一把椅子加十五二十萬 那個是博物館級的珍藏 我們講說比如說像 AMS夫婦 它有那種博物館珍藏級的一個launch chair 它是一組的沙發椅跟一個腳凳 它那一組就非常非常值得收藏 你可能住到將來搬到上百坪 它都還可以去符合你的裝潢 燈具 家電 你都可以帶走 可是你的衣櫃帶不走 你所有那些木地板 就算你拼到很漂亮的人自拼 你將來還是給你下一手的人 讓他占便宜的 所以我們小裝潢一定會遇到這個狀況 而且有些人小裝潢 他會為了要增加他空間的運用 他還去做夾層 那個夾層的話 他必須要牽涉到一些鐵工 要去做支架 對 那個費用就會高了吧 更高 對 然後如果小套房 千萬不要去改儲具衛浴 那個地方一改起來 動輒就是十萬十萬十萬 一直疊上去 儲具跟衛浴整個管線太複雜了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如果是小套房的話 你可能要認清他的階段任務 對 那先滿足現在的需求 那將來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求好 不要到一步到位 真的不太有一個Pauline 把我老公的椅子講出來 仁府的椅子也很貴 在新店山從新莊回龍都不錯 對 現在的路段 還有那個桃園 我發現有很多人開始往桃園那邊走 因為捷運 對 捷運嘛 然後就是 還有那個機場捷運線都 都真的很方便 而且譬如說 我可能用1500萬在台北買 可能也許沒有到很大 聽說在桃園1500萬 可以買好大 沒有耶 桃園 你不是要不能買在那個叫什麼特區 不能買在藝文特區 藝文特區以外的地方 是 房子都很大很漂亮 好 那其實啊 我們因為怕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小資族 就是說他一開始在買房子的時候 他大概預算要抓在多少成 可以簡單的幫我們抓重點講一下嗎 我覺得生活花費一定要先盤點一下 有哪些是固定的支出 然後另外有些其實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就是我如果不買房子 我也是要付租金嘛 是 那如果這筆租金我拿來買房 我可以負擔多少的總價的房子 我覺得這就很實際 因為本來那筆錢都是要花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是自己要買房子 的確有點辛苦 可是如果你是跟另一半的話 可能彼此如果有這樣的目標的話 就應該要開始出錢 共同努力 對 應該要開始出錢 那我是不是要抓我收入的多少成 比較合適 我覺得一般有一個說法是說 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一個一定 例如說你的收入是3萬塊跟10萬塊 可能三分之一 你就覺得3萬也已經覺得很緊了 對 如果是10萬的話 你可能覺得1分之一也都還負擔得了 好 那我們節目最後一分鐘 我們就請呂帥來鼓勵一下我們的小資組 給大家一些希望好不好 好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自己一個人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找一間自己 地段不是最好的地方 可是你將來有潛力 你先讓自己買得起 先存到用這個房子當自己投機款 那不管怎麼樣 你要開始落地的去算 你有多少錢 你才會有起步 不然永遠沒有未來 是 那如果你是兩個人一起打拼的話 它更好 那有機會 1加1等於2嘛 對 你到我們新莊 最近有一些新的案子 我告訴你 怎麼樣買得起它 還有最後趁機打廣告 不過今天的節目內容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很多的資訊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哇 買房對我來說 真的好遙遠 今天的節目內容 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如果你做好規劃 做好心理準備 先設立好你的目標之後呢 你的未來不會是夢 其實小套房呢 也可以就是 讓你盡速的成為有殼一族 對不對 沒錯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給了我們很多的建議 然後呢 如果大家對於投資理財有興趣的話呢 不要忘記每個禮拜三要鎖定 我們十碼的活生活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